恒大集团恒大集团对自己的介绍是,以民生地产为基础,文化旅游,健康养生为2亿,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世界500强企业集团。 2018年上半年,恒大的净资产达到3245亿,营收304亿,利税潮850亿,人工仅14万人,一看就是一流企业,而这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许家印,凭借着公司近几年续猛的发展,在2017年他以2900亿元的财富,登上了中国首富的宝座。 许家印,然而即便一流的公司,顶级的富豪也会有烦恼和忧虑,在平时大家通常看到了的都是恒大,许家印非常强势的一面。 今天还是和朋友们一起看看这家公司和实控人面临的问题,个人总结起来,大概有四大点,简单来说就是投资,并购并不顺利,多元化也多次经历挫折,近期还有贾跃亭发联。 地产行业承压的忧虑,一,投资万科,廊坊发展大富亏损,目前来看恒大对万科,廊坊发展的投资亏损超过81亿元,暂且不根据诗之东鱼收之三鱼的办法来估量。 因为那种数据目前看不到,2015年到2016年宝能调七万科股权大战,后恒大入局,最终黄润把股份转让给了深圳地铁。 股权大战结局定下,2017年6月9日,中国恒大也宣布把持有的15.53,一股万科A股转让给深圳地铁,对价为292亿元。 按照当初公告的恒大买入价和后来转让价格计算,恒大亏损超过70亿元。 万科,其实几乎在恒大2016年加入万科股权之争时,也强势宣布举牌廊坊发展,根据当初披露的数据显示,恒大购入的成本价,在20元左右一股。 而恒大和机买了7603.21万股,持股达到廊坊发展总股份的20%,为第一大股东。 然而时至今日,廊坊发展在A股的名称,已经成为SP房展。 这也就是说公司处于退市风险警示阶段,现在公司的股价在4.7元附近,总市值不足18亿元。 当时恒大花费的资金维取5.2亿左右,这等于一下亏损,了11.63亿元。 二多元化欲说,恒大兵权忍痛割暗,董明珠做手机,做新能源汽车,还想做芯片。 联想电脑做得不错后也开始做金融,恒大也曾多元化做快销。 在2013年末,推出了恒大兵权矿泉水,到2014年底投入超过55亿。 恒大的计划是2014年销售100亿,到2016年营收300亿。 实际情况是2014年仅销售9.68亿。 从2013年起到2015年,累计亏损超过40亿。 恒大兵权,原本以为恒大兵权水质本身优良,投入又大,赚钱又保障。 不了结果是如此残忍。 在无奈之下,2016年9月28日,恒大兵权以18亿卖身,同时恒大也把粮油、乳制品业务,分别以6亿,3亿甩卖,总共得到了27亿元人民币。 这距离当初的投入相产甚远,很显然,多元化经营并不简单。 恒大从强势进捐快销,到三年后不得不忍痛割爱。 三,合作伙伴贾跃亭发联,6月25日,许家印控制的恒大健康宣购了香港市影公司。 而这家公司在2017年,与贾跃亭一起成立了Smart King的公司,并由这个公司持股闻名全球的, 由贾跃亭创立法拉第未来新能源汽车公司简称FF,市影成立时答应三年时间总共给FF投资20亿美元。 其中2018年投资8亿美金,从而获得FF公司45%股权。 既然恒大收购了市影公司,那么对FF的投资,自然就需要恒大来推动了。 贾跃亭,7月13日许家印还考察了FF公司,并称在做得不错, 然后被报道很快就开始质疑贾跃亭管理团队和公司的能力。 于是在9月3日,拜高管着贾跃亭谈判,要求其辞去CEO职位。 然而在一个月后的10月3日,贾跃亭以恒大与之签了7亿美元的补充协议,却拒绝支付为由。 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,请剥夺恒大对FF的融资同意权,并解除合作协议。 在10月7日恒大健康,不得不强势公告宣布迎战。 假月亭与FF91,假月亭短短数月用光楼恒大给的8亿美元,根据新投入出来的信息,实际上只有4亿,用到了许家印要求的量产FF91上。 8亿美元刚用完绿买又要7亿美金,合同上规定的耗市投入就有12亿美金。 然而到最终汽车业务开始盈利,可能还需要投入的资金还是个未知数。 当然这个未知数可能会很大,FF作为假月亭最后筹码,他一直要此握控制权,想要钱又不愿放弃控制权,还提起仲裁了。 这说明双链已经翻脸,由于协议对外保密,补充协议是否生效,结果只能交给香港国际仲裁中心。 是假月亭脱离恒打,还是恒打逼走假月亭这都不好说,但这两种结果都不理想,因为合企生财吗? 4,高负债,房价压力,地产调控政策较多,现代持续紧缩的背景下,规模房企的日子未来可能并不好过。 地产行业是个周期性行业,如今形势低迷,近期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,已经高喊活下去的,口号,收入1600亿现金流企业,已经感受到了地产行业寒动将至,这有点让人不寒而栗的味道。 中房企都准备勒紧裤腰带,想办法开源节流,年底将至,都在想办法去库存,可难免会进行打折或降价促销,但是打折促销也会出现问题,与万科楼盘降价结果,就发生了给业主退款的事情。 碧桂园与恒大今年年来,与恒大的销售规模是旗鼓响当大,因为出现工程巨量问题后,公司杠杆太高,线已经放慢了不罢,宣布从10月之后暂停拿地,万科活下去。 然而降价并不能让销量提振,因为市场各方预期并没有好转。 根据相关机构统计10月1日,10月7日,上海型建商品驻宅城销面积5.6万平方米,环比降幅达68.8%,即是是在黄金周,一线城市各大地产商,跑出大力度的游会措施,也没有阻挡住市场回落的趋势。 碧桂园因为杠杆高而压力很大,实际上恒大的杠杆也不低。 根据2018年中报数据显示,恒大总负债高达1亿4453万6200万元,即月合1.445万亿,而公司的资产为3245万2600万元。 这也就是说,恒大的负债率为81.67%,谁说在地产界不算最高,但也决望是低杠杆。 当然,恒大地产已经出现了很大问题,而是说作为地产界的一员,即便现在处于竞争优势,也回避不了整个大环境的影响。 许家印,企业在单一领域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必然有瓶颈,也难免遭遇不测,也有很强的综合抗风险以及长远发展。 多元化或为必经之路,即便是龙头,也需要为将来做准备。 孤注一致的时候在商界变革中会被摔得很惨,从柯达到诺基亚,HTC几般都证明了这一点。 所以基本是500强的大企业,也需要考虑多元化。 当然这是恒大始终不可回避的问题,所以同好也许家印让恒大一度对外喝,廊坊发展出击。 多元化方面过去,也进去那块消品,而今年也选择了与贾润亭合作造车。 然而快消品的恒大兵权,粮油被折甲亏损甩卖掉了,造车与伙伴并不融洽。 新的挑战也很大,根据十月十日湖论研究院,毕露的数据显示去年许家印的首富榜座已经让给了马云。 一年时间马云的身家增长了700亿,而许家印的身家所水400亿。 不管是恒大还是许家印一或者其他的大房企都会面临较大的挑战。 大家认为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